今天要分享的是景品 這一組本來我本人沒有要開的 可是因為 從側面這邊看 廠商寄給我說 壓的有點爛 我想說 這麼爛你不打開檢查一下 到時候有問題 被那個賣家罵或怎樣的 我覺得更麻煩 所以就 任命的 打開 這一組是 魔法少女劇場版的一個角色 叫小圓 誒說真的那個 這個卡通 並沒有完全看完 所以 我對他的角色真的 不是很懂 內容物其實還蠻簡單的 就公仔本身還有底座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就是他那個 這算是梅花 這算是梅花 這應該是玫瑰阿 他的魔法手杖吧 基本上分成這兩個部分 然後公仔本身就這樣而已 其實 好像也沒什麼 就是單純的核損而已 反正都開了 就開給大家看 我現在才發現他的裙子是花瓣造型 臉是這樣子阿 還蠻好看的 只是好像有點夯冷阿 有點幼兒系的公仔 蓬蓬裙是這樣子阿 下面就是反怪話 完蛋圈圈都是蓬的阿 這樣穿起來不會悶熱嗎 側面是這樣子 而且 他的這個裙子 不是裙子 這應該是襪子部分 他連紋路 襪子那種酷襪的紋路都有做出來 因為這樣看你們可能看不明顯阿 他其實 有一痕一痕的那個痕跡阿 摸起來也有一痕一痕的痕跡 所以個人覺得做工還蠻精緻的 然後腳部的蝴蝶結 做的也蠻生動還不錯阿 而且高跟鞋的部分 可是高跟鞋的部分 我覺得有點塑膠阿 有點可惜阿 高跟鞋的顏色不好看 有點塑膠化的感覺阿 臉的部分倒是還不錯阿 就是 都還有把那個 那種臉部的那種紅潤感有做出來阿 上面頭髮到底還OK阿 基本上算是一個蠻可愛系的 女系公仔阿 這樣講好像有點奇怪 然後再把底座跟那個其他部分 都給他裝起來給大家看阿 他底座的部分是這樣子阿 就設計成給左右兩個高跟鞋彩的部分阿 然後底座本身並沒有做其他的顏色阿 所以有點可惜阿 就直接這樣扣上去阿 底座這樣扣上去 這樣基本上就完成了阿 然後 花的部分應該就是直接讓他右手 這應該是左手 左手直接給他拿著阿 這邊 有點難拿阿 要把手撥開 好完成 對吧 對應該是這樣 把它捏回去 組裝完成後是像這樣子阿 高度大概就是20 不含底座人偶本身大概就是20公分阿 含底座可能就2223阿 如果再加上多出來的那個花的部分 這個底座到最上面花朵應該是25公分左右阿 後面是這樣子 前面是這樣子 還蠻可愛的一個公仔阿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慮阿 劇場版的那個魔法少女小圓阿 我那時候 對我那時候在搜圖的時候 我搜尋魔法少女 跑出一堆酷弱魔法屎 不知道怎麼一回事 我一定要等一堆酷弱魔法屎 有成功